原标题 诸葛亮曾断言儿子难成大器 可惜流产不听 最终断送属汉江山三国里 名声最响的人物 当然得是诸葛亮 他到晚年才生下一个儿子 名字叫诸葛珍 取高瞻原主之意 诸葛亮在患病后 一直缠绵病态 在他人生的最后一年 可能感知到自己的时候 不多连书信 一封给自己的哥哥说 我的瞻儿如今已经八岁了 非常聪明 但是我却觉得他聪慧过早 可能成不了大器 那么他为什么要这样评价自己的儿子呢 古时候有很多年小时葱会非常 但也因此不思进取坐吃山空 导致长大后默默无闻的例子 所以他是怕他儿子也落到这般田地 便希望儿子可以大器完成 还有一个说法 使当时他非常清楚之后的局势走向 他认为自己的儿子无法为蜀国带来多大帮助 便只能在书信中隐晦地透露给自己的哥哥 为儿子寻求帝库 在诸葛亮死后 他的儿子世袭了父亲的爵位 成年 后更是迎娶公主作为妻子 皇帝都成了他的岳父 他可以说是当时拥有最深背景的人 官二代君二代说的就是他 他有了这样的靠山 自然官路亨通 没用多久便升了官 当上了上书所成 因为他父亲的光环实在太强大 诸位官员都非常崇拜 导致他们在做出了好事后 都把功劳归给了诸葛瞻 可事实是他的智慧不及到父亲的一半 根本没有做出任何贡献于国家的好事 每天只是沉溺在众人的吹捧当中 当时还正知战争时期 国家并不太平 养了这样一位没什么用处的闲人 弊端便开始显现 一次邓外带着军队偷袭蜀军 皇帝平时也听众位臣子 吹捧了不少诸葛瞻的事迹 认为此人堪当大用 便派他去对敌 在这次战争中 蜀军是占据有地局势的 诸葛瞻的手下 就建议把军队领到血要地带 这样等邓外军队到来 便可以守围攻 先发制人 可诸葛瞻真是没有继承他爹吧 点谋略 他根本不屑于听取手下的建议 他觉得邓外这样偷袭 定然没有做出充足的准备 何须惧怕 只需带够足够的兵力 和他正面厮杀即可 他的手下听了这话直冒冷汗 不顾忍怒上司的风险 多次哭求他改变战略 诸葛瞻自然不会理会他 只见他带兵与那邓外正面交锋 邓爱一看 担心已久的持久战并不存在 那诸葛瞻选择了速战速决 简直是天助为也 便在免主与他展开了一场大战 这场战争的结果可以猜到 诸葛一方惨败 他同时也把自己和儿子的命都搭上了 那可怜的手下 也因为诸葛的愚昧赔上了性命 只能感叹诸葛亮不愧是诸葛亮 早在儿子八岁的时候 就已经看到了他的未来 可是儿子却没有任何高瞻远主之能 反倒愚昧无能 诸葛亮早就断言自己的儿子南城大才 可惜流禅不听 多次让他升官 可惜最终断送了蜀汉的江山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